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选赵小慧吧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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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音乐还没上呢 怎么一下就冲上来了 有请赵小慧 大家好我是赵小慧 有一些人知道我之前在一个汽车公司 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然后去年我辞职了 因为自从你做脱口秀被领导知道以后 我的工作就变味了 每次一有人来公司参观 领导就会带我一起去 每一次他都要问人家同样一个问题 哎你们看看他是谁呀 他就没有发现根本就没有人认识我 但是人家看他那么自信又不好意思问他是谁 只能偷偷猜 哈这女的谁呀是这领导二婚了吗 是这是 很烦 我辞职以后就全职开始找工作 因为效果文化呀 实非良人 哎全公司动员所有的员工给我找工作半年多了 就没有一个人想到他明明自己就可以给我交五险一金 哎 他在那玩幽默呢 哎小慧咱们公司最适合你的岗位就是给李旦开车了 谁要开的这个破车呀 明明都知道我失业半年多了还一天天的简简加油搞事业 哎呀姐姐已经没有事业可以搞了 哎呀姐姐这个称呼我都已经担待不起了 我觉得姐姐一叫出来是那种有自信有能力有想法 一出来就要乘风破浪的 我现在最多就是个姐 人家叫慧姐我都觉得哎呀高看我了 叫赵姐就可以了 赵姐 你要允许有一些姐姐她不会唱歌跳舞乘风破浪 她就想她的试试找个班上 怎么怎么就这么难呀 我找工作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脱口秀这个副业 搞得有点大了 你知道吗很多公司不相信我是去工作的 他们觉得我工作是为了找素材 他们甚至觉得我面试是在采风 我有一次跟一个老板我发消息 我说啊你好王老板 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面试啊 他回我啊你好你好赵老师 请问面试是要跟您的经纪人约档期吗 那次面试了一个小时 他有40分钟都在问我八卦 问题有点过于尖锐了 已经不能算八卦了 已经叫把柄了 是那种但凡我知道不用找工作 效果文化都能养我一辈子的那种 把柄 唯一欣慰的就是失业了以后 爸妈就不催婚了 因为我妈跟我说 你连个工作都没有 我很难给你介绍对象 我说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了 但凡我有个工作 我可就谁都看不上了 我本来想结束在这里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前两天突然就找到工作了 人有的时候就是缺那么一点点运气 哎呀这个公司很不一样 我面试的时候问那个老板 你不担心我的副业影响工作吗 他说不担心 你的脱口秀我看过 上限不高 他还是不太了解我 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发现我的工作能力上限更低 找工作的时候整个人非常的自卑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有点太贪婪了 就已经有一份副业了 你怎么还要去找工作呀 现在不一样了 整个人自信起来了 哎呀我觉得我赵姐呀 就应该有两份工作 哎呀 现在找到这里边 谢谢大家小慧 太好了 一进PK一谢谢有可能 谢谢小慧 啥工作呀 在一家做自动驾驶的科技公司 做PPT 哎呦 哎呦 哎为什么找工作呀 你不是说脱口秀 这个不是你的你的 这个没什么安全感 就我每年比赛的成绩来看 以后发展可能也不会很好 什么样的 给了你这种信心 让你觉得你在自动驾驶领域 可以发展的 哈哈哈 因为这个行业嘛 它就是鱼龙混杂 哈哈哈 跟我们行业一样啊 啊 好请ROCK也回到舞台中央 因为两位都是两灯 我觉得我们大区关啊 还是交给观众 哎对啊 喜欢你上班 你投票吧 你不要喊 投票通道 现在打开 我看小慧的面大 今天这篇稿子也是我写了挺久的 也发挥出了我的水平 结果再差也不会比我这半年多过得更差了 我觉得这首ROCK的状态很对 其实我本身自己对这篇稿子的内容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一次也是希望通过在舞台上的一些表演 让大家看到这一年自己的变化 好的 三 二 一 请错票 可以预测一下 那 嗯 那我就选小慧吧 我就支持她吧 我也选小慧吧 怎么了 哎你看你家庭都不选你 跟那个鞋不一模一样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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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女人一玩啊 就是靠观察还是有问题 哈哈哈哈哈哈 那咱俩选她她会高兴吗 也不会高兴 也不错啊 有兄弟也不错啊 好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ROCK和小慧 谁去谁流 请公布票数 哦 啊 ROCK和小慧 啊ROCK和小慧这么低啊 对啊 哎呀我还真有点没没没没没没没看明白 真的吗 不可能 这个确实观众男女鬼 也是女孩子多一些 Rock反思一下吧 不是不是 今年心态确实也挺好的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可能对我来说 你知道我跟张博洋啊 我们俩是这个 Tide 5第一第二名胜出的 但是没想到呢 这么快就离开了 但是张博洋比我走得更早 我觉得我们俩今年 确实就是应该扎根线下 大家就等着过段时间 看我们线下的演出吧 好的吧 谢谢大家 好 谢谢Rock 很遗憾 我们明年再见 好 拜拜 咱俩哥来咱俩哥 哎 啊 欢迎罗克老师 洛克啊洛克好 让我们恭喜小慧进入晋级区 我我我我可以说两句吗 你也要退赛啊 不是因为因为本来我没觉得我能晋级 然后我后天要去新公司报道了 啊 所以呢 我怕参加这个节目影响我试用期的考核 所以呢 所以我可以后面也不说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你为什么不比之前说呢 那洛克 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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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克回来呀 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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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的事不能相信啊洛克 快回来 快回来呀 洛克 回来呀 洛克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大家好我叫毛豆 第一次站在二楼这么高的地方讲透口秀 很多老师站在这个位置都很紧张 我不一样 我站在这整个二层都开始紧张了 这个我 我如果等会被淘汰了 我根本就不需要老师N这个电梯扭 我一个大跳我直接就下去了 但是我也介绍 我是一个退伍的海军催士兵 我实际上就是在黄岛江南这个地方当的兵 当了八年 谢谢谢谢谢谢 我退伍回来我还给班长打电话 我说班长我回来了 班长说小猫你回来了 怎么样退伍回家干的怎么样现在 我说挺好的 我现在回黄岛这边彭里录节目 班长说彭里呀 你退伍杨柱去了 我班长是个挺好的人 唯一的缺点就是他是他们老兵嘛 过过那种比较艰苦的日子 太节省了 我们当时崔伯伯有道菜叫蚂蚁上树 就是肉馍炖粉条 我们班长对这个菜呢 有自己的理解 他觉得那个粉条 只要有点肉味就行了 他炒完那个肉馍之后 我把肉馍又烙出去 去做虎鼻尖叫了 打菜的时候 一群人看着那一盆粉条都蒙了 说班长今天吃蒜拉粉啊 这不蚂蚁上树吗 怎么九省树了 蚂蚁呢 班长说蚂蚁搬价了 而且我们海军舰艇部队 有很多那种设外的宴请活动 介绍让我们崔伯伯伯 学几个能拿得出手的那种西餐 派出我和我两个战友去学 学完回来是买原材料的时候 卡在班长这儿了 我那个战友手 他要做个那个法式鹅干 班长一看鹅干 两百多块钱一斤 班长说这样吧 你用猪干吧 猪干好 猪干明目 我吃了一口 我感觉我死了都不明目 我人生第一次吃西餐 我想沾蒜酱啊 我说班长 我炒个意大利面吧 班长说炒什么意大利面 你炒方便面就行了 库里那么多方便面 不用买 炒完之后真的 老外吃一口都净了 老外吃了一辈子 意大利面呀 第一次吃红烧牛肉味 我另一个战友更完蛋 他说他要做个凯撒沙拉 就搭下金枪鱼 下一杯胡萝卜黄瓜 班长说 你这个沙拉呀 就是要清清爽爽 你就放胡萝卜黄瓜就行了 我说班长 那也太酥了吧 班长说酥什么 那不还有猪干吗 你要是觉得东西少啊 你可以往里放点豆腐皮啊 放点粉丝啊 放点豆芽什么的 我说班长 你这个沙拉是不是又叫洞北大阪菜 这是什么凯撒沙拉 哈尔滨凯撒 真的你这个西餐摆出来 哈尔滨这个凯撒大阪菜 意大利炒方便面 配法国猪干 谁看见你这个菜色 不得问一句 服务员我弄个串什么时候上 我来参加这个透口秀大会 我班长也很开心 他希望我可以借此机会 打破一些大家对崔士园的 一些刻板印象 后来我也采访了很多观众 发现大众对崔士伴的印象 很单一 他就觉得那些崔士园呀 灰做饭 性格外向 长得胖 普通话还不好 班长 我感觉我够呛了 他这个刻板印象 是招着我刻的 崔士伴现在 但凡有本教科书 都都把我印在封面上 真的你看那些电视剧的名字 我是特中病 一听就是战争片 充满了那种牺牲与救赎 你听到那名崔士伴的故事 一听就是喜剧片 全集里面唯一牺牲的是 小毛养的那头猪 而且人家特中病 都是什么台词 班长 最后一颗子弹 留给我 听着就帅 就被装 我们都什么台词 班长 最后一块排骨 你打给我吧 后边没有人了 班长 真的厨师这个身份 听起来就太平常了 就像这几年的 那个综艺节目 你看中国有这个 中国有那个 就显得特别潮 特别fashion 就不会有个节目 叫中国有厨子 那不废话吗 哪国没有厨子 在弄 播了两集之后 再弄个节目 叫中国厨子 巅峰对决 一个厨子断了一盘菜 放在这 这里是毛豆 A.K.A. 随时辈教授 来自大连DLC0411 看我一直到虎皮尖叫 让你们难忘即休 出门都先气飘飘 最后边还会来个 别来这边 没想到还能在这个舞台上 看到说唱 评委都梦了 评委说我不沾边 我怎么尝菜啊 说你们要猜你土兔吗 干什么 谢谢大家 我叫毛豆 好 别来站点 就好了 我们不是这一步 对 就完了 谢谢毛豆 喜欢毛豆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3 2 1 请锁票 没想到你也是个rapper 我定位也在倾倒 那最后那rapper 等于说 忽兰有危险了是不是 忽兰有没有毛豆也危险吧 危险吧 但是毛豆真的很可爱 你年纪不大 30了也30 92年的 主要是承受了这个年纪 不该有的饭量 好棒 就是像在这一直喘 但是就是非常可爱 可爱 然后那个笑话是不断的 人家这个最后这一段rap 忽然这一生都没有踩队过这么多节奏 那个是真实的退伍以后在从事什么工作 我现在是大连自来水公司的一个捡漏工人 这辈子是叫水命吗 要不在海上 要不就管水 对不起啊 我才说捡漏工人 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自来水管线会漏水 然后我们检查漏水 什么叫捡漏 哦 检查漏 我说捡漏还有个工种啊 这是怎么说的 哎呀那也就是说我们下一次比赛又能听到你讲一些这些故事了是不是 我尽量我能请假吧 我假已经快没了 你这样 你来效果文化上班 我们允许你请假回那边上班 这么好的老板 真的很可爱 杰哥感觉 我觉得毛豆可以让人产生浮流状态 浮流状态就是你感觉很幸福 那种状态就是忘我的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棒 我觉得挺好笑的呀 然后那个吹石板故事感觉 感觉有点跟《情景剧》里面那种 哎对你前两天不是去《情景》喜剧节目吗 还演 对演了 然后我就觉得他果然挺像吹石板的人 我特别喜欢杨超越 不是姐姐 杨超越 大家好 我是杨摩恩 真的 我还真羡慕娘娘现在还健身 我来效果文化这么多年了 坚持醉酒的事就是喝酒 而且我真的发现了 就是如果一个公司的酒文化越严重的话 那么这家公司的价值观就越扭曲 你知道效果文化 公认身体最好的人是谁吗 是成禄 理由是 诚哥喝完酒不头疼 我说你这还讲不讲道理 他喝完酒不头疼 那是因为他身体好吗 不是因为他头大吗 我们正常人喝完酒 酒精顺着血液来到头部攻击血管 啊 头疼 诚哥喝完酒 酒精来到他的头部 然后一抬头 哎呦妈 这么大啊 然后特别不明白 他们喝酒为什么喜欢玩那个游戏 我觉得那些酒住游戏都特别蠢 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叫吹牛 他们跟我说 哎 这个游戏可简单了 你就摇骰子 摇骰子吹牛就可以了 然后就开始了 三个三 四个五 五个六 到你了 你说什么 我说 这个酒吧是我开的 所以喝酒是真的会让人变得单纯是吗 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在酒吧里 一群将近三十岁的成年人 他们围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但是他们对这个世界 能够提出唯一的问题就是 动物园里有什么 动物园里有什么 这有什么可值得玩的吗 而且每次答案出奇的一致 狮子 老虎 大象 到第四个想不起来了 十几个成年人的动物储备 超不过一盘斗兽棋 但是每次玩这破游戏 我还都特紧张 我心里面先得想一个 与众不同的动物 然后表面上打的节奏 心里面一直默念 火烈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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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我了 火腻了 正准备说得上一个 火烈鸟 但是最后啊 我发现 这个游戏 成了我最爱玩的一个游戏 因为我发现 这是所有酒桌当中 唯一一个 只要你平时肯积累 就能获胜的游戏 我现在已经厉害到 我可以自己和自己玩了 我现在嚣张到 我就想和动物园的园长喝酒 我拿着一杯红酒 走在他面前说 来里园长 让我告诉告诉你 你的动物园里缺什么 然后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老被那个老板 叫去陪客户喝酒 然后领导呢 就是还体谅我 他说 哎呀 小杨啊 这个酒桌文化 确实是糟粕 你想不想知道一些 喝不醉的方法呀 我说我想啊领导 行 那你先打一圈 而且他教的那个方法 特别的奇葩 就是首先 喝一瓶酸奶打底 然后多吃肥肉 这样胃力有油 可以隔离酒精 最后多喝水补水 稀释 我也喝多了 我听完我都懵了 我说领导你干嘛呢 打底抹油隔离补水 你给你的胃化妆呢 啊 那要是这样的话 咱以后再也别嫌 女生出门化妆麻烦了 我就出去喝个酒 我这个胃也挺妖娆的呀 啊 后来上了一只烤鸭 我都不卷肉 我光吃那个薄饼 领导问我 哎 你怎么光吃这个薄饼 怎么回事 我说啊没事 夜深了 我给我的胃敷个面膜 能喝 我真的觉得是人类 最无能的本事 而且越是无能的行为 他们越喜欢整些大词 显得它很厉害 就比如说有一种喝法 就是一个大杯啤酒 往里面 扔一个小杯白酒 他们管这玩意叫 深水炸弹 喝完之后觉得自己特厉害 我觉得哪天要是打海盗 就应该把这种人派过去 天天让他在索马里 扔啤酒瓶子 下面的鱼雷潜水顶 刷刷刷刷的过 他拿个扎皮 站在甲板上 身水炸弹 只要你敢造词 任何事情都能让你说得非常厉害 就比如 我教你那种吃口香囊的方法 你先嚼一粒不吐 然后再嚼一粒 别人就问 你这个什么吃法呀 我这个是 两粒一达一起嚼 做生活中的嚼嚼者 咱俩一起嚼 咱俩就是绝代双嚼 谢谢大家 我是一达五汤口香糖 杨蒙恩 这是萌恩 喜欢萌恩表演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要声明一下 那个劝酒的领导不是我 这个 我们是不劝酒的 我们是喝酒 萌恩在这一组 我感觉怎么样 还行吧 就挺正常 我今天心态很好 大老师 大老师是啥时候拍的灯啊 最后啊 因为我特别喜欢萌恩 因为萌恩我在我心目中 就是一巴掌滚的 因为他每次看 你看比如说喝酒游戏 这都是住信的事啊 他非觉得这事 他生气 对 对吧 他就是看好多事 我们明明以为这件事 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 他就非觉得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 然后他就跟你说说 对 去年是跟人家夜店 抽电子烟的不高兴 对对 他天真就是个毛巾背拧吧 背来劲 我觉得是 有意思 我就是上集看了 某个就是求婚的那段 我觉得很浪漫 而且很 很棒 很棒 吐槽大会 擅长 叫什么 逆风翻盘 观众缘很好 美女 大美女 但是大家提到美女的时候 总要说她是 搞笑美女 也不知道为啥 掌声有请 杨昌远 好 大老师好 我们今天的第二位领校员 这位是擅长逆风翻盘 这第二位呢 擅长的是逆战 所以说今年 逆战的地位 已经被雇佣者 完全取代 杰哥呢 一直是我们节目的 忠实观众 说每一期都看 而且呢 去年有一期半决赛 说反复看六十多遍 最喜欢那个 开场演员的表演 我说谁 谁呢 感谢 掌声有请张杰 大家好 我是张杰 大家好 我是张杰 很开心来到偷口秀大会 平时呢 我和娜娜就 经常看这个节目 她上次也来过嘛 还模仿了徐志胜 她来之前 天天在家练 杰哥 喂 杰哥 走 杰哥 给我一根尾 他模仿得越像 我越不敢回家 这么多年 有很多人 不看好我们的感情 我都没有动摇 这是我第一次 对我们的感情 产生了尾号 一年之后的call back 来这个节目啊 我确实是挺忐忑的 不是怕表现得不好 就是怕穿得不够时尚 上台前我还问我的造型师 这套衣服不涂吧 造型师说 杰哥 那你自己觉得 这件衣服好看吗 我说 我觉得挺好看的 他说 杰哥都这么说了 那咱就换一件吧 我很少 上不唱歌的节目 因为除了音乐 我其他都不是很擅长 出门前 同事还说 去了 少聊歌的事 我说好 那我不提今年 是逆战发行十周年了 他说 你可以聊聊 和娜娜的事 说起来 我和娜娜 是十五年前认识的 那个时候 我完全没有想到 五年后 会发行逆战 逆战 在中小学生当中 是非常火的 而这两年 又火了一首 孤勇者 确实好听 我挺上头的 前两天 我的孩子还拉着我说 爸爸 我想听你唱歌 能给我们唱逆战吗 我说 唱逆战吗 战哪 用这个 当然 这我也接受 什么都不会一只火 所以 脱口秀大会的老学手 才会反复来 参赛 今天我很开心啊 没有看到 磅礴 智盛 成禄 这些老人 当时看到了 非常多的 新鲜的血液 后来我才知道 这些老人 都在一楼 来不了天花板舞台 很遗憾啊 看不到你们 精彩的表演 只能看到一些 更精彩的 节目嘛 确实是非常残酷的 就像今天 注定会有 四个人离开这个舞台 我这个话说的 有点不好听啊 但是我这样说 最多 就得罪四个人 剩下那十三个人 也别高兴得太早 毕竟这才第三期 我这说话是有点太直了 对不对 这样 没关系 我是歌手 我可以把难听的话 唱好听 这首歌送给在场的选手们 就算你今年 可能被淘汰 谁说你明年 就不会再失败 今天你感觉自己 没有拿出最好的状态 放心吧 朋友 你想拿更多 也拿不出来 什么话 什么话 这么难听的话 唱出来 果然好听多了 在这残酷的舞台 谁都不会一直在 你拿了冠军 又怎样 只要有人 抱着吉他上台 就会把你取代 这唱出来是有点直白了 指向性太强 我还是得婉转一点 就会把你取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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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完成多了吧 王敏 大家都在不停奔跑 为了心中那个目标 每个人都想怕得更高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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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这么高 开始有点累了 刚才确实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 但真话哪有好听的呢 现实哪有不残酷的呢 我也和大家一样 经历了很多 但我们今天仍然站在舞台上面 坚持着自己的视野 因为 这就是爱 你不贵的模样 老舅说容易上头嘛 谢谢大家 我是张杰 谢谢大家 你看没有 每个人都可以五分钟音乐脱口秀 最后这个包袱我还喜欢 杰哥感觉自己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我可以转行了 没有没有 开玩笑 可以 但是最好不要 超越 感觉怎么样 没想到 还挺好笑的 没想到 还挺好笑的 你是什么期待啊 哇 好厉害 好厉害 然后就是昨天我在飞机上还看到杰哥了 但我没感认 因为我印象中杰哥不会拿着吉他弹杖 我说拿吉他 一定不是杰哥 今天过来 原来是有备